有个笑话 听说你跟你的女朋友分锁 是的 为什么呢 我把它放到一张 敷满玫瑰的床上 那不是很烂漫吗 但是呢 我忘掉把那个玫瑰的刺 给他拿掉 所以他跟他的女朋友分锁 记得你买玫瑰 送给你朋友的时候 要把那个刺 稍微给他修一修 稍微修一修 表示我们没有什么障碍 我们永远就是玫瑰 玫瑰 我爱你 永远就是玫瑰 这样子玫瑰 没有刺着玫瑰 就代表着真正的爱 非常好的 我怎么讲到爱去 对啊 大圆满法也是这个样子 他把那个刺都化掉 也就是把累事的业障 累事的业障 因为你修了大圆满法 累事的业障 通通把它化 把这个 你的 这个 色身 香味处法 另外把你的 色受想行事 五印 全部 通通把它化 这个就是刺 你就剩下的玫瑰 代表你 你本身的 一个成就 没有刺 的玫瑰 就是一种成就 大圆满法的 这个死 就是这个样子 把所有的业 跟你的习性 全部都化为光了 化光了 我也不是 你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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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有没有 有没有